歡迎來到飛碟午餐 我是尹乃金 好 非常非常的高興 每次看到湯老師呢 都非常的開心 今天呢是 政大教授呢 湯紹成老師的時間 歡迎湯老師 好 非常非常的高興 各位聽眾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而且呢 老師呢 終於 我們在漫長的電話連線之後 就回到我們這個 播音室啊 來跟大家呢 來談啊 好 老師今天還是要 從這個阿富汗的後續開始跟我們談起 對對對 現在是這樣的啊 先說美國這邊 他已經進入所謂的 後阿富汗時期了 對不對 你前面那段 這個亂七八糟 現在拜登啊 就想說 我們要重新開始啊 他根本就想把那段忘記算 真的 沒錯 他最後怎麼說了 他說 我們這是一個非常成功的撤退 對啊 這不是 extraordinary 這有點誇張 這個當然了 他講這個東西 我覺得他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 好 我現在分析幾個道理 因為現在這個共和黨 還是說彈劾彈劾彈劾 對不對 下台下台下台 或者辭職 下台就是辭職 好 我們先看這個彈劾 因為當然啦 第一個你這個 參眾兩院都是民主黨的首例嘛 嗯 尤其你參議院 你還要三分之二 所以說這個彈劾這個機率是不高的 對 好 我們假設 就算你彈劾成功了 假設就假設 誰上來 賀錦麗啊 那他們就更不要了 結果 這就是政治現實 結果呢 如果你賀錦麗上來 賀錦麗這個人 我實在是感覺到 這個好像有點中空 唉 我就在等您那個 我就在等您的那個 我這邊等 真的耶 缺乏 他這個能力不行耶 他是檢察官出身 所以說他對這個政治事務 甚至對 不要說這個國際事務 我看他這個很生疏有沒有 而且現在人不見 現在到處在找他 人到哪去了 但人家好不容易 他就躲起來了 他人家好不容易去了一趟 還是越南 還是新加坡 新加坡啊 越南 他每次的出訪啊 都會在一次一次 讓大家看到 他在這個方面的 就您剛剛講 空洞對不對 中空 中空 對 真的是這樣子耶 而且他就每次都 帶一個笑容 就讓人家感覺到 這個腦袋空空 唉唷 當然了 我們這個有時候 講太過了 我覺得挺好的 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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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欠缺那個 他不像是一個 真正的那種領導人 那種味道 對 他有點像一個明星 唉我覺得 而且還有 像歌星 而且還有一個就是說 因為他是第一位的 女性的 美國副總統 而且他身份 又比較 比較特別多元 他的那個 背景嘛 又是印度的 又是非洲 大家難免會對他 有期待 他的選舉 是很有用的 你選舉 你照顧了很多層面 可是你真的執政 就差很多 兩回事 你發現政治人物 真的像這種檯面上 特別是那種領導人 層級的政治人物 真不真不是普通人 可以幹的 所以說了 你看像那個賀錦麗 他 而且他在特別在選舉的時候 大家覺得拜登 那不行了 好像 腦筋啊 或是怎麼樣 可能有什麼 可能會有些什麼樣的狀況的時候 搞不好未來的人呢 就是賀錦麗 有很可能 所以對他的期待就會特別高 就會特別高 而且他真的是漂亮 他真的長得很漂亮 所以就很吸睛啊 選舉很有效果 對選舉很有效 可是治國一塌糊塗 不要說治國 因為他現在根本還沒治國 他只是說 譬如說 到這個南部去 去去負責那個什麼 難民的 難民的事情 搞了這個一團糟 然後跑到什麼 新加坡那邊說 你們趕快要先買這個 聖誕禮物啊 班的話會被延誤啊 實在是讓大家感覺到 對 我說你這個根本就是文不對題 怪怪 而且你這個實在是 你要開這種玩笑 我覺得也是 時機不對 不得體 而且時機不對 對 結果他就被這個美國的媒體稱為什麼呢 50年來最不受歡迎的副總統 啊真的 已經到這樣了 到這個地步了 哇 才剛才剛來 所以說了嘛 才半年啊 才半年多啊 那所以說 好了 那人家想說 好了我彈劾 彈劾完了 以後更慘了 哈哈 這個彈劾就完蛋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還有一種想法呢 兩個一起彈劾 就是總統副總統一起彈劾 或者說你給他壓力 讓他志同自己辭職下台 好 這兩個人如果說都走路的話 誰來接 裴洛西啊 裴洛西民主裴洛西共和黨也不喜歡吧 可是裴洛西真的不錯 等一下等一下 第一個他八十一歲 他比拜登還還大 還年紀還那個 可是老奶奶 可是問題在哪裡 他清楚的 他清楚沒錯 對 他沒有行政經驗 他從頭到尾就是在幹這個議員 跟拜登一樣 啊沒有沒有拜登有當過副總 對對對 拜登不一樣 他從頭到尾就在幹這個 嗯 幹議員 好啦 那你現在叫他上來 你放心嗎 好啦 這個等一下等於說 又給這些想要彈劾 想要讓這些人辭職的這些人 澆了一大盆冷水 呵呵 你不能這樣搞得更早 好 這好像那個 這好像那個影集那個指定信存者 有沒有他那個影集很好看 那只要一開始他是因為 他是因為這個災難啊 就是砰整個都被爆掉了哈 所以你們有看過嗎 然後呢 美國的那個國會不就是在 呃總統要去國情資文的時候 啊他們都會指定一個指定一個首長 指定一個內閣裡面的一個部會首長 就是當作指定信存者 一旦有發生什麼意外的時候呢 這個人就要繼任總統 然後這個人呢 就常常都是內閣裡面呢 其實是最不重要的人 好然後就他就當了 他們有一個叫做總統繼任法 對對對 有這個法案的 對不對 有順位的 有順位的 對不對 總統完了就是副總統嘛 副總統第一位 第一位第一個繼任人 然後呢就是這個眾議院的議長 嗯 然後就是參議院的這個臨時議長 嗯 然後下一個就是這個國務卿 嗯 好了 人家在一看這個排名 每一個 又冷了 又冷了這個半條心了 啊 就覺得說我這樣一搞 那不是更在更更更糟糕了 所以說 現在好像聽到的這個聲浪還是有 可是呢 並不是好像並不是這麼樣的強烈 嗯 好那那這怎麼辦呢 那就原地踏步啊 回到原點啊 那原本還有人說了 那你要總是要找幾個人負責啊 對不對 總是就有人要下台要被要被處罰 那你處罰誰啊 那大概頂多就是軍頭啊 對國防部長 參謀總統聯席會議主席 像這些嘛 就軍頭 那結果拜登一直講 這次是非常成功的撤退 好了我看這個懲罰也沒了 嗯嗯 好 那你懲罰也沒了 那就拜登就 歐 歐 就繼續幹 嗯好 這個地繼續幹 你看在這個歐洲國家的這個 眼裡 這代表什麼 川普回鍋 嗯 你繼續幹嗎 因為你現在等於說你已經是博壓了 你知道嗎 而且你現在馬上明年 當然是中間還有一年啊 你明年要這個其中選舉 你其中選舉 萬一你這個兩院出現狀況 那你不是完全博壓嗎 嗯 那你博壓 那你這個民主那個共和黨 就就聲勢又大漲 嗯 那現在川普還在躍躍鬱鬱鬱鬱鬱鬱鬱 對 因為前幾年前四年 這個歐洲國家受夠了 這個川普啊 你把他把這個美歐關係 把這個盟盟盟盟有關係 搞得這個 昏頭戰相 所以這些歐洲國家 看起來真的是 不曉得怎麼說啊 好了 他們現在是很是很忐忑的 真的是很忐忑 真是很忐忑 因為這就是美國 本身你現在如果說你要換人 你要調整你要幹嘛 要找人家負責 都很怪 都很都會碰到很 他都很困難 很困難對不對 那你不你不換人 好了 上次前前個月吧 拜登接見那個 以色列總理 就睡著 欸那是假的 啊 那是假的 那個是假的 那個後來 是假的嗎 是假的 是假的 這個是以色列 以色列內部的 這以色列內部呢 就是 那照片 他是被認知做 他是他是假的 他這個是一個認知作戰 你知道 他們說呢 以色列搞了 以色列搞的 以色列這些呢 以色列為什麼這樣搞 以色列這些呢 就是因為他們討厭 他們討厭這個歐巴馬拜登 因為歐巴馬拜登 對於那坦亞胡他們那一派 是非常的不支持的嗎 你還記得嗎 那所以呢 那是川普支持的 川普支持的啊 對啊 所以他們討厭那個 他們討厭拜討厭拜登 討厭這個歐巴馬 然後呢 欸我就看到是 因為我是看到呢 以色列的這個媒體 他們自己報導的 好 就說呢這個影片呢 到處的這個流傳 對 然後他們後來就發現呢 可是我看其他 是以色列沒有澄清啊 真的 就是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沒有澄清 他們沒有澄清 就以色列因為以色列總理呢 還有隨行人 他們呢 清清楚楚的 後來有講 就說拜登呢 在當場不但清楚的回應了 他可能 我猜啦 他可能打了一個盾 可能在聽的時候 可能有眼睛有瞇著或什麼的 但是呢 他是非常的清楚的回應了 以色列總理提出的這個問題 以及講了些什麼的話 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就說 認知作戰很強的 對啊 所以說不管怎麼樣 反正就讓人家感覺到這個人 好像 對 真的很難在領導美國 是 對 結論大概就是這樣 而且因為你在你在發生 這麼阿富汗 這麼慘慘烈的這個撤退之後呢 你本來你的領導力就是會大受到質疑嗎 然後他常常又在講話的時候 又東往西往 然後國內呢 又面臨到這共和黨 還有這個川普反撲的這個力道 這麼的強 所以他現在的處境是很艱難 很艱難 很艱難 所以說他有點這個疾病亂投一了 那怎麼弄了 你像譬如說上次有一個軍官 他批評美國政府 說你不應該先撤軍再撤民 對不對 因為他搞反了嘛 對不對 你把軍隊撤走了 他們老百姓怎麼辦呢 沒有保護了 你應該先把老百姓撤走 比如說大使館的官員啊 什麼的這些人 把這些人先撤走 然後軍隊最後嘛 結果後來你撤了一半了以後 你軍隊又跑回來了 所以他搞了一團糟 結果呢 他發了發了一個視頻被撤職了 真的嗎 他被撤職了 他還三年退休啊 他還現任的 他現任的 你說這個東西在美國 我覺得很嚴重 很嚴重啊 很嚴重啊 你不能批評的 不能批評了 他說你不值得再信任 再被信任了 結果被撤職了 然後這個再像這個無人機 無人機上次去炸 結果炸了十個小孩 我覺得這個東西有 實在是也是太太粗糙了 嗯 還有一個更我覺得更危險的 你現在搞這麼多 這個難民來 對不對 很多人說啊 我是翻譯者 我是什麼以前幫你做事的人 結果呢 到了美國一看 還得找翻譯 就表示說你這些人 根本不是翻譯者 你是什麼呢 你可能是幫美國做事的人的幫手 所以說你根本不會英文 你怎麼翻譯呢 嗯 就他們都發現 哎呀 好了 那這些人怎麼辦 而且 他來之前 可能他的身份證 什麼東西都沒有了 都丟了 他雖然經過了一個過濾的過程 可是那個也是很粗糙的 好了 到了美國來 那現在就是美國人覺得說 到底你這些人到底真的假的 怕擔心他們會變成是 潛藏的混進來的真的 開大 這個愛死在裡頭 嗯 那你這個東西 這個怎麼處理啊 所以這就是美國 所以說現在歐洲國家 嗯 很多覺得說拜託拜託 我就先把人封著了 老師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之後呢 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繼續聽政大教授 湯紹成老師的分析 我們先進廣告 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啊 我們繼續訪問政大教授 湯紹成湯老師啊 湯老師來這個飛碟午餐呢 來為我們分析呢 呃 在阿富汗啊 美國這個阿富汗呢 慘烈的這個撤軍之後的 後續的政治效應啊 你知道現在在國內面 面對面對到這個問題 他完全沒有扳回的機會嗎 他沒有止血的機會嗎 他用別的方法 他用別的方法 比如說你在這個基礎建設啦 或是在什麼其他的方法 或者說你對中國更強硬啊 或是用其他的方法 來彌補 來修補 你現在所犯下的這個滔天大錯 關鍵就在於這個 就是說對於兩岸的形勢來講 會影響我們 就是他是不是必然會對 中國大陸更強硬 我覺得難說 為什麼 哎 你現在還有上百人 美國人不管是軍人也好 是平民也好 你還留在阿富汗 你要怎麼處理 你第一個 你可能你就直接談判 那你要說 開條件 開開條件看看 要不然你找代理人 找個調 調解人 如果說你要這樣的話 你現在譬如說 等一下我們會講到 現在這個冰肯 在上個月 不是不是現在 我說他在上個月 嗯 一個是十七號 一個是二十八號 打了兩次電話給王毅 你要幹嘛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說 你現在在那還有大使館 我在那沒了 對不對 那你是在那兒 是不是可以幫我 什麼什麼什麼怎麼樣 好 那王毅說 可以啊 我們來我們來談啊 嗯 好啊 那這東西跟台灣會不會有關 對 這就是 你要我在那幫你 對不對 你要我在那個阿富汗幫你 那王毅就說 你在台灣這邊 你要不要放手 嗯 其實大陸 嗯而且大陸呢 提出從這兩次的談話 還有後來 呃凱瑞 啊 美國這個其他特使凱瑞 到到大陸去呢 然後視訊了楊潔篪視訊了這個王毅 其實 他就故意跟你視訊 對 你見都不想見你 對 如果說是視訊的話 他幹嘛要去啊 啊所以說了 蛤他就故意貶低你的地位嗎 對他這種視訊的話 我在 你現在搞我搞得那麼厲害 那我還跟你在好好的呃 坐下來談 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是形式上面看的 越來越清楚了 就是說美國呢 他希望他要 美國現在要的呢 他要把很多事情的都切開來啊 氣候談氣候 呃貿易談貿易 好什麼 呃人權談人權 好什麼 然後這樣子談著 大對大陸來講 他是一籃子的喔 對啊 他這不能切割的 相互是有關聯的 對對對對對 就是息息相關 環環相扣 意思就是說你今天不可能指 你今天不可能說啊 你在這個阿富汗的問題上面 塔利班的問題上面 你需要你希望跟我合作 可是你其他的部分呢 還是一直對大陸這個窮追 窮追猛打 所以說了嗎 所以這樣就僵掉了 所以說了嗎 那就看到底是誰求誰嗎 是我求你還是你求我嗎 那問題在這兒嗎 對不對 那你現在美國 你當然你現在 等於就是火燒眉毛了嗎 那你那些人你要不要救 或者說你乾脆就假裝不 不 視而不見 對不對 那就要看美國國內的壓力有多大嗎 那這個當然就 就回到 現在他對付中國的大陸的這種一種矛盾的心態 嗯 一方面他當然要強勢 他一強勢了以後呢 他內部這個支持率會提高 可是你一強勢的話 你那邊 的問題就大 你怎麼處理 你要不要處理 對不對 那你不處理到時候塔利班來了 他說我當人質 我幫你我幫你扣著對不對 而且你現在在美國這邊這個世界銀行 還有這個美美國的美國的這個聯準會 他還扣了他們的這個外匯 外匯存體 外匯資金通通通扣住 他把扣住了 你扣住了 你扣我的錢我扣你的人 到底你要不要看誰厲害 他到時候到時候這個東西 是不是也也是僵在那 對 那你僵在那的話 那你是不是要找個條人出來幫你調解一下 那這個有可能是誰 好 那我們不管 那這個反正就是現在還在還在演變當中 嗯 我們先看看 這個歐洲國家的反應 對不對 亞洲這邊的都還 基本悶不吭聲 嗯 歐洲國家跳得最高的 是英國 為什麼 他被拖下水 他被拖下水 他 嗯 多少官兵陣亡啊 454位 是美國以外的最多的 他說我跟著你美國跑搞到現在 好了 我這個東西 我死傷那麼慘重 到底我們美國跟英國的 或者英國跟美國的這種所謂的 special relationship 就是這個特殊關係 我們還要怎麼弄 嗯 還搞得下去搞不下去 對不對 那就像這些東西 英國 這個朝野 不分黨派 一直在批判 嗯 這罵這個拜登罵的這個 我覺得是罵的有點狗血淋頭了 而且呢 他們還提出一個概念 我覺得這個東西給我們可能會有一個新的這個 啊 心思啊 嗯 就是有一些議員啊 他把這個一九五六年那個時候蘇伊士運河的危機 嗯 來跟現在的美國的這個阿富汗危機啊 來做一個 比較 嗯 當時這個蘇伊士運河 當然我們不管他什麼原因啊 結果是什麼呢 結果是 大英帝國迅速殞落 對 大英帝國的瓦 就是瓦解崩裂的開端 而且那個時候剛好二戰美多久 二戰二戰十多年嘛 嗯 對不對 大英帝國迅速殞落 好了 現在就想說 哎 你美國你要這樣搞的話 你是不是會步上大英帝國的後塵 嗯 這個很多人就已經開始在做這方面的思考了 意思就是說 什麼叫做什麼叫做迅速殞落呢 就是說原本是日不落國 結果呢 他的國力呢 就回縮到英倫三島 嗯 意思就是說原本都是我的殖民地 那殖民地我就讓你讓你去獨立了 啊 我們就頂多搞個國協 啊 剩下的呢 我英國呢 我就自己管自己就好了 嗯 我就回到我英倫三島就行了 將來美國會不會往這條路上去走 有些學者已經 有些很有名的學者 都已經在做出預判了 嗯 而且這個已經都十多年 這做出預判了 就是說美國的這個帝國 跟美國本身 這是兩回事 因為美國現在就等於說 像是以前這個英國的這個日不落國 因為他管的事太多 全世界有七百多個基地 管是太多了 那你這個東西 有沒有這個國力 能夠持續的來支撐你的 這麼大的開銷 做這麼多的事情 那現在呢 這個是不是一個轉利點 這個我們要觀察 還很難說 因為美國實際還是太強 對不對 很難說 這就很像那個學者 那個福克森他講的 就是說美國人呢 他不看別 他不太看別的國家的歷史 然後呢 他們只專注在 他們就是專注在 他們自己的 這些事務 以及他的國力上面 這個擴張 的確 就是說這件事情 阿富汗的這個撤退 然後再碰上呢 中國大陸的崛起的這個事實 這個對於美國來講 這接下來的幾年 是一個很大的關鍵 非常大的關鍵 非常大關鍵 尤其看你的領導人 看你這麼弱的領導人 我們在旁邊觀察 就會替他真的是捏一把冷汗 捏一把冷汗 那其他幾個國家呢 你像譬如說 德國跟法國 他們就比較低調 尤其是這個 這個政府領導人啊 什麼的 他們還覺得說 這個就是我們條約義務啊 因為你美國被攻擊了 那被攻擊了以後呢 我們按照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第五條的規定 我們有共同來抵制 共同來對抗 的這個義務 所以說德國他鼻子摸摸 尤其這個梅克爾 啊他也說 我們德軍啊 五十九個人陣亡 傷的這個不要說啊幾百人啊 那這樣而且還投了十多億美金 在阿富汗 二十多年了 他投了幾十億美金 德國也投了 德國也投了 也投了十幾億美金 對啊 對啊 那這筆子摸一摸了 那這個有什麼辦法呢 對不對 法國呢 他其實呢 因為法國跟美國是一直都搞不好的 因為二戰以後了 法國覺得說 哎 這個是歐洲啊 歐洲二十 德國德國堂地上的最大的是誰 當然是法國啊 那怎麼你美國跑出來 這個說三道四來做領導 當然美國跟法國就一直搞不好 那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那法國他叫走向比較獨立的這種 也就是說他要帶領整個歐洲聯盟走向獨立的 或說是只要這個啊跟美國切割的這種倾向會越來越強 可是這問題在哪 你要搞個軍隊啊 沒錯 很貴啊 哈哈 而且能力夠不夠啊 所以說這裡頭也算很很 所以很多 所以這個要請教這個呃 湯老神教授啊 湯老神在這個歐洲研究上面呢 支持專家了齁 因為馬克宏他提出來了嘛齁 他弄那個這個軍隊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提出來 他老早就提了 他老早就提了 可是就是錢是個大問題嘛 對 啊一個是錢一個是美國控制不准做不能弄 是因為北約嘛 對啊他北約還 他有北約有軍隊啦 那你還搞個幹嘛 對對對 所以 而且你搞那個就表示說你要把我老美排除掉 嗯 老師我請教一下齁 就這個類比不知道怎麼選怎麼對不對齁 呃馬克宏他一直想要當戴高樂是吧 對 不是他這樣想齁 第一個 你英國退出了 嗯 對不對 那你現在等於說只是歐洲大陸了 你沒有這個英倫三島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他一看這個德國 梅克爾要下 嗯 馬上就來了 這個 9月 三禮拜兩三禮拜 26號 26號德國大選 就他想 這個上來的人 可能 哈哈 肯定不如梅克爾 對不對 好像不怎麼來事 啊 欸 可是他呢 他是明年在選舉 嗯 可是在法國的一個現場現狀是什麼呢 是 反對黨 分崩離析 不是說他很好 他當然也不算很差 可是問題在於說你反對黨太爛了 嗯 又是極左派 又是極右派 又是搞的什麼 裡面就是在鬥來鬥去 那所以說讓他感覺到 法國 為他莫屬 嗯 而他又在這種情況下呢 他當然覺得說 整個歐洲聯盟 應該是由法國來領導 嗯 還有一個 嗯 整個歐洲聯盟裡面 只有法國 現在是聯合國常任 你這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哦對 沒錯沒錯沒錯 對 這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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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我這個高度 你們這些 什麼德國什麼什麼其他荷蘭 我比你高多了 太多了 嗯 對不對 我在聯合國我還有否決權啊 嗯 你們這些呢 這很重要 跟我不能比嗎 對不對 所以法國有他自己的條件 那他當然覺得說 你看老美現在搞成這樣 那我當然我想要走自己道路 那只是說 錢啊 哈哈 哈哈 有沒有那麼多錢 理想很豐滿 有沒有那麼多錢 現實很骨感 對對對 好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相對的日本跟澳洲 包括台灣 大家都我看 都沒什麼聲音啊 你有什麼聲音 我沒聽到什麼聲音 你有什麼批判的聲音 當然就是反對的 還有一些媒體 你政府有沒有聲音 批評啊 你就是拜登 搞了一團糟 你講了這個話嗎 沒有啊 你聽到啊 我們不敢批評啊 對不對 澳洲總共二十年來 派了四萬人次的士兵 阿兵哥軍隊 四萬啊 二十年來 當然這個陸陸續續了 不是一下子 哦 還是數量還很多 人次而已 不是人啊 對不對 人次可能是兩百人去了 回來兩百人再去 可是這個人數還是不少 他死了四十一個 嗯 那他他也是 鼻子摸摸 也不敢講 沒話講 你不能你老大哥 你沒辦法批評啊 對不對 你不敢不敢不敢對老美怎麼樣 日本呢 還派了啊 派了這個 運輸機要去要去接 要去撤 就撤了一個人 對只撤了一個人 哈哈 這又是另外一個笑話 為什麼只撤了一個人呢 不曉得 他這個就是 就無功而散的 回來了 訊息訊息太差了 哦 還有一點 還有一點也是很重要的 嗯 就是意識形態 對 好 這一次呢 這個 拜登的這種 大潰敗 就表示說 在這個意識形態 這個方面 阿發人 根本不但 不接受 反而還是 全面的 大失敗 嗯 這裡頭我們就看到 就說你的這一些 啊你說這個普世價值 對不對 主要我想的意思 那就是普世價值 普世價值是說你們這些西方國家你有你自己的這個發展的這個路徑對不對從哪裡啊從希臘羅馬了到基督教了到文藝復興了什麼工業革命了一戰二戰了什麼的你是這樣子走過來的到結果到現在好你得出結論啊我們有這個民主人權啊還有這個什麼啊自由的價值啊這個當然你你很好啊可是你說你這東西你要動到全世界你現在碰到的就是一個 最大的這個這個滑鐵路人家那邊他們的這個人均所得五百塊都不到你說要他跟你的搞跟你這樣子搞那這不可能嗎對不對就算你在那邊搞了二十年如果說你的這個制度很好那你根本就人家就你不必講人家就自己靠上來了那可是這個大多數人都不接受啊就是那些少數人接受嗎對不對在城裡面的 嗯在城市裡面的這些人接受那其他人都不管都不都沒辦法沒辦法接受沒辦法就是他們就是什麼他們是神權正義哎有一個事兒我實在不敢想像啊第一個塔利班沒有制服他的制服是什麼就是他的他的衣服他就說什麼哎你譬如說你這個軍隊裡面是將官校官什麼關什麼關他沒有啊沒有啊沒有啊那他們怎麼辦所以說了第二個我還聽說什麼嗯 我覺得在手上李箱你不想講這些 около我 province我在採用我ç唱所以說他全不算是出現長達成團大選啊 usar慶祝或我們 graduates 這個對這個酋長啊 這個這個部族用這些東西來領導 我這個東西讓我們實在是實在是很難想像的 對不對 而且他又在這個什麼手機啊什麼在這種這個先進通訊這塊 他們有很多為什麼 因為他害怕美國在在監聽啊 嗯 所以很多他就根本就不用手機啊 就會完全 就用就用就口耳相傳了 好 那像這種東西 你說你要把西方的這個價值弄到這個地方去 這不是天方夜談嗎 對不對 那可是美國為什麼要這樣搞 他當然有他的這個主要的目的 為什麼 主要就是因為 路權跟海權的鬥爭 路權跟海權的鬥爭你現在 如果說你能夠在阿富汗 你能夠佔領一席地位的話 你就對於現在這個路權路權當然就是代表中國跟一帶一路 嗯 的這個發展呢 你就給他卡住了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地位 可是你現在這個東西一拔掉啊 就像什麼 就像那個丁子戶被拔了 丁子戶一拔了以後啊 伊朗啦 土庫曼拉吉爾吉斯拉塔吉克拉這個還有中間就是阿富汗的在包括旁邊的這個巴基斯坦 全部就連成一線 這個東西是美國最害怕的 是我們現在成了現實了 是我們要先進一段廣告廣告之後呢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繼續聽這個湯沙晨教授呢 為我們對整個大世界大事進行進一步的分析進網告 好馬上回來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金 我們繼續呢 請湯沙晨教授呢 來為 整個現在啊 後阿富汗的這個形勢來進行分析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請請教這個湯教授的呢 就是呢 最近呢 歐洲的這個議會哈 他們建議了啊 然後通過就是說要把歐洲的 駐台灣的機構呢 改成台灣啊 歐洲駐台灣的機構改成台灣 我這樣講好像很怪啊 好 就明正是變成台灣 你覺得這個歐洲的 行政當局會接受嗎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好 這個情況是這樣啊 現在通過的這個單位呢 是叫做歐洲議會外交委員會 嗯 通過了一個叫什麼案呢 就叫做台歐盟 台灣歐盟政治 關係及合作的 這個這個議案啊 那這個議案就是包括你剛剛所說的啊 第一方面我們要加強關係 另外一方面要要更名啊 要把名稱把的這個 雙方的這個名稱呢 代表處辦事處的名稱要改改啊 那這個報告 那這個報告裡頭當然了 他講了很多了啊 說什麼中共的威脅啦 維護台海和平啦 還有這個甚至說要把這個 台灣納入到歐盟的這個所謂的印太合作戰略 嗯啊 那還有呢 要這個高級互訪啊 因為我們現在官員還是還是不能互訪啊 還有這個還有一個就是這個雙邊協定啊 雙邊協定 而這個雙邊協定啊 就有很高的針對性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中共跟大陸 嗯 他們也簽了啊 去年年底12月31號簽了啊 簽了一個叫做投資協定啊 他只是管投資啊 結果後來呢 這個議會就說 我們現在停止審查了 因為那個時候只是說 我們談好了還沒有簽啊 因為理會有一些細節來不及 因為那個梅克爾要趕在他的這個啊 這個總理任期結束 不是總理 不是總理 是在歐盟輪值主席的任命 哦 因為他是半年一任嘛 嗯嗯 對不對 他7月1號到12月31號 所以說那個時候31號簽了 嗯嗯 最後一天啊 不簽就來不及了 是啊 其實還沒有叫簽 他只是說我談成了 嗯 啊 談成了 好了 那這樣子 就是很多啊 這個內容很多啊 那這裡面呢 當然就牽涉到美中台三邊的關係 而且跟三邊呢 都非常有緊密的關聯 哦 第一個呢 就是說跟老公 跟老公的關係 現在是搞的 我覺得是有一點不可開交 是很僵了 這裡頭很多的問題 當然你是意識形態第一個香港新疆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呢 就實質利益的問題 實質利益是什麼問題呢 就是十七十七加一 嗯 像有些國家準備要退出了 哎 這個十七加一怎麼來的 對 怎麼來的 嗯 這個十七加一是說 我們還記不記得以前有歐債圍基 是 是歐債圍基以後 因為那段時間 中共在那邊紓困 啊給了很多錢 給什麼希臘 什麼歐洲五國 什麼給他們 給他們這個紓困 結果旁邊的其他的歐盟國家 看你這個這個這個大財主啊 那所以說我們就趕快跟你這個啊 來來來結個盟 不是結個盟 就是說我們來建立一個機制來合作 然後你出錢來幫我們辦事兒 那中共剛好想說 哎我這個符合我的一帶一路嘛 對不對 那他們就他們就剛才剛才很來勁 啊雙方是這都都非常熱烈 結果搞到一半了 哼 川普殺出來 川普一殺出來以後啊 第一個 你們這些國家都給我簽這個 乾淨網路協定 跑一簽 華為不准用 好 這個老公子你覺得說你們這些都走狗 哈哈哈哈 我幫你幫得那麼 嗯 誠心誠意的啊 想要來協助啊基礎建設啊什麼的 那結果你還跑到老美的去 啊好第二個 老公覺得 他說啊 資金是我出的 那我當然可以說 把你這個鐵路啦公路啊什麼的 這些建設案呢就交給我的公司來辦嘛 可是歐盟說不行 你要公開招標好了 打官司 嗯嗯 像這些東西根本就是一個 這個這個整個這個文化不同 在對接的時候呢 就產生了這麼多的 障礙非常多 嗯 尤其美國在後面繳 啊在那邊繳獲 繳獲什麼呢 繳獲 我剛講那個五雞的那個事兒 老公就覺得他實在是這個這個好心好心被人家追啊啊追是那個那個攻擊的那個意思就是一肚子鳥氣就他就他投資他就有點一心藍山了好你一心一一下一心藍山的人家就少了說你看你光說不練你講了半天啊講了天花亂墜結果呢什麼什麼都沒有 對不對 所以呢就是因為這麼多的這些問題就使得中國大陸跟這些歐洲國家就是因為十七加一的這些有有十個是這個歐盟的就比較偏東烏這邊的啊這些國家就搞得有點這個天怒人怨啊就非常搞得非常不好而且呢還有一點我剛講這個是十七加一啊你人這個對於歐洲的歐盟的大國來講你像譬如說德國 我像譬如說法國 他想說東歐啊哎是我的後院怎麼你的錢跑進來他們也不爽 好了那所以說這樣一弄你西歐的國家不爽東歐的國家也不爽當然了你像德國當然還算是比較友善的啊比較友善的 中共之間的這個關係呢就確實有些問題好了有些問題那所以相對的我們就要看了哎我們去年的防疫很好對不對這個全世界都很厲害就是我們好像唯一的一個這個比較突出的地方是啊那今年當然也還什麼講了差強人意吧也不能說完全不好對不對就還可以還可以還可以對不對總比其他的國家好一點就說我們的那個防疫這個那個模範生的神話是破功了啦是破功了啦 但是就是數字和整個總是還算可以啦那所以說讓他們覺得哎呦你這臺灣是有兩下子真的嗎他們真的這樣覺得真的這樣覺得包含臺積電 包括臺積電包含你的外匯存體你不要想說我們外匯存體很自然啊那他們外匯存體很可憐啊啊他想說你這小小地方怎麼可能怎麼搞那麼多外匯存體我們有四千多億啊嗯好還有一個更重要的以小博大對我們現在對抗大陸大陸那麼大我們那麼小 就想說你是不是有點道理你小博大你還搞得這個是有深有色的啊對不對我就讓他們感覺到這個地方是確實是有些吸引力真的而且就大家還有那個國際觀都是都只有這樣的程度就是程度啊那你還要怎樣還有還有因為臺灣以小博大所以呢你如果支持臺灣你也是以小博大你也是 就是挺臺抗中重點在這裡啦挺臺抗中結果怎麼樣你回去選舉有票的是的就重點就還是在這裡你就佔據了你的這個所謂的道德高地對就是抗中變主流了現在現在國家只要你抗中嗯我在選舉就有票你像捷克的那個議長到臺灣來這個過個水回去哎高票當選 然後就還是回去了以後他還是在講一個中國這個實質利益嘛對不對只要這麼一點點選票就可以當選就夠了所以說所以說他對臺灣現在趨之若霧而臺灣現在對於變成什麼了呢變成這些政治人物的吸票機 你只要跟臺灣站上一點點邊他第一個你抗中第二個你挺臺對不對那這樣子的話你回去站了站上這個道德高地你一選舉馬上票就來了就是中國所以說了對不對那再加上一點美國什麼呢美國通過一系列法案 一系列友台政策那這個當然你給這個歐盟讓他能夠群起效益對不對他想說反正美國在這樣幹我就跟著他一起走對不對那所以說這些種種原因加起來美國我剛講了對於美國跟美國有關聯5G啦什麼的這個還有一台一大堆法案跟歐盟有關聯啊有些人討厭就大多數都搞得不太好第三個就覺得臺灣好像還不錯 對不對那所以說跟這個這樣子一加起來那一加起來那他覺得說我支持臺灣對我對我來講絕對是有好處的而且好處還很多啊對不對那所以說呢那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對臺灣的這個態度呢可以說是做了一個非常重大的轉變非常重大的轉變那你說你一般怎麼解釋他們為什麼要這樣搞是像立陶宛立陶宛現在怎麼樣了呢因為立陶宛說啊說什麼跟臺灣要這麼設立 代表處啊辦事處老共就結合了俄羅斯跟白俄羅斯來對他制裁那他們有他們的方法就是我把難民送給你啊什麼的搞這些結果呢歐洲聯盟就搞這個臺灣歐盟的這個政治政治協議之後啊他裡頭有一條就說我們要在臺灣更名要把我們的這個機構啊 要從歐洲經濟辦事處變成歐盟駐臺灣辦事處這個等於什麼這個就是等於說我間接的我在支持立陶宛是那主委會會同意嗎現在好你就要這個問題我就要我們就要更進一步來講了現在只是說我剛講的是歐洲議會的外交委員會對是高票通過 好高票通過完以後呢他十月份快到了下個月他要送請歐洲議會通過可是這個同時他還有經過一個什麼叫做歐盟理事會 嗯嗯嗯歐盟理事會要一致決的一致決什麼意思就一票補決對匈牙利啊已經搞好多次了啊搞了三四次這個他原來說啊我們香港要搞一個決議案有什麼我們新疆搞個決議案匈牙利說不行我反對 因為他跟中國關係非常好是那這次呢等於說又回到他這個你看你還撐得住撐不住因為他被人家也是因為全全部都同意就是你一個人不同大陸大陸現在對不對好那這個就是要看這個鐵桿兄弟這個關鍵到底關鍵好第二個關鍵什麼呢關鍵就是說看你北京你現在用什麼方法嗯對不對你要給歐盟你什麼樣的什麼樣的壓力那什麼樣的壓力在這種情況下你會不會先找臺灣開刀 那就是跟我們又有關了你看一下飛機又來啊而且那個數量他這個密度又增加了你說他現在面臨這種狀況他能夠視而不見嗎不可能嗎那只是說他用什麼方法來反應嗯那這個反應當然第一個臺灣就手當其衝他就是這就是大陸的他要做個戰略決定了啊 他要對歐盟軟化呢還是呢全面的對歐盟也強硬對美國也強硬然後臺灣倒楣這就是大陸要做決定而且這裡面又牽涉到中美之間兩個兩邊是要持續對抗呢還是中間有轉圜的可能性啊非常謝謝湯紹成教授帶給我們精彩的局勢分析謝謝湯老師謝謝 謝謝你